青年党申请加入西盟 行动党和公正党的反应是两极的 那行动党就表示欢迎 可是公正党似乎有所保留 蓝眼部分领袖就似乎更加倾向于 西盟还有青年党采取选举伙伴的模式来出战大选 公正党通讯主任李建聪强调 青年党加盟不是问题 但问题在于时间点 他质疑青年党在许多课题的立场不够清晰 尤其是涉及敦马的部分 那当然李建聪也重提了青年党在柔佛周选 上阵拉庆选区硬碰公正党的往事 他说这就形同蓝眼心中的一根刺 他想问盟友的是 难不成要蓝眼假装释怀吗 公正党通讯主任李建聪 接受本台访问时先强调 西盟向来欢迎拥护共同意识的多元力量 组织或个人加入阵营 就像之前的沙巴民同党入盟的事 一下就谈妥 但这次青年党的问题出在时间点 国会随时解散 大选即将开打 西盟一席谈判进入尾声 忽然又说可能来个新成员 李建聪直呼惊讶 而且加盟的事还涉及向社团注册局交涉 他试问时间够吗 两个部分需要解释 除了时间点 第二就是青年党的立场 李建聪认为青年党过去两三年 没有争取时间确认方向 之前曾经传出可能和西渡半岛的民心党合作组联盟的事 也貌似没有下文 而主席赛沙迪曾经是土团党青年团团长 虽然是成年往事 但是李建聪点出如今身为主席的赛沙迪 对敦马近期成立国土行动阵线等等的事 都貌似没有明确表态 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 如果走错一步 李建聪担心会摧毁民众对西蒙的信心 行动党秘书长陆赵福证实 青年党已经致函要求加入西蒙 西蒙最高领导层将在下一次会议商议此事 如今的情况是 李建聪自己也不否认 现在貌似只有公正党对青年党加盟的事有意见 蓝眼主张 现阶段西蒙和青年党 还是以选举伙伴模式出战大选就好了 至于其他盟友怎么表态 最终是否接纳 这由西蒙主席理事会拍板定案 但是李建聪说 公正党基层还是对之前柔佛周选拉庆 多角战的事耿耿于怀 李建聪也不认为青年党对蓝眼是个威胁 针对社运分子安美家炮轰西蒙 再接纳青年党入党申请这件事态度傲慢 李建聪没有多做回应 只说安美家也曾经称赞阿兹敏阿里和敦马 现在当然也可以称赞沙迪 另一方面 宾州副首长拉马沙迪发文告为青年党护航 认为以年轻人为基础的青年党应该获得机会 在来阶大选成为西蒙的一份子 这合作也是值得的 这名火箭领袖还不点名地说 青年党领袖可能在过去犯过错 然而西蒙的资深前辈可以在这个时候指导后辈 巴特空间许文杰万达正报道